欢迎来到旅游儿语频道 糖醋排骨是一道蜂蜜全球的中国经典名菜 这是一道美味可口的菜肴 结合了菠萝的甜味、醋的酸味和猪肉的咸味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糖醋排骨的起源 制作方法以及在家制作的一些技巧 糖醋排骨的起源 糖醋排骨起源于中国,但其确切来源不详 它被认为是在中国南部的广东省开发的 这道菜现在在中国很受欢迎 并已成为世界各地中国菜的主食 糖醋肉的制备 糖醋肉是将猪肉浸泡在酱油 米酒和玉米淀粉的混合物中制成的 然后将猪肉油炸至酥脆和金黄色 再煎猪肉的同时 将糖、醋、番茄酱和鸡汤混合制成酱汁 然后将青椒、洋葱和菠萝等蔬菜在酱汁中翻炒 将脆皮猪肉放回锅中涂上酱汁 糖醋肉制作技巧 要做出最好的糖醋排骨 重要的是要使用优质原料并遵循一些关键提示 以下是制作美味糖醋肉的一些小窍门 使用切成薄片的猪肉 并在烹饪前将其腌制至少30分钟 一定要把猪肉炸到金黄酥脆 这将使这道菜具有标志性的质地 使用新鲜菠萝以获得最佳风味 可以使用罐装菠萝 但新鲜菠萝会使这道菜的味道更鲜亮、更甜 酱汁使用优质醋 米醋是传统的选择 但也可以使用其他醋 如苹果醋或白葡萄酒醋 一定要用高温快速翻炒蔬菜 以保持它们的脆度和活力 结论 糖醋排骨是一道美味而受欢迎的菜肴 在世界各地都享有盛育 其酸甜口味的结合 以及其酥脆的质地 使其成为许多人的最爱 遵循几个关键提示 并使用优质食材 您可以在家制作美味的糖醋肉 随时随地享用这道经典的中国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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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